女士抢劫,女侍主被惊醒后,面对歹徒的枪孔毫无巨色,拔出手枪连连射击,一口气打光了全部六发子弹,最后一名歹徒重弹身亡,另外两人落荒而逃。 视频在当地电视台播出后,亚特兰大华人纷纷赞扬女侍主的勇敢,称其为真正的女汉子。 很难想象,眼前这位个儿头不高,甚至有些瘦弱的中年女子,就是视频中以一敌三的女英雄。 几经周折,央视记者终于在这位女士位于亚特兰大的家中对她进行了专访,请她回忆了事发当晚的惊魂一刻。 梦魇一般的经历发生在9月16号的凌晨时分,那天睡梦中的陈凤珠听到住在隔壁的墨西哥邦工发出恐怖的叫喊声,她拨打了报警电话却没有打通。 我没有选择了,我就拿了我铲,铲在那边的铲出来,扒一下我就出来了。 看到这陌生的,我就啪一声,然后她刚刚逃了,另外一个也很快就逃出来,从正门逃了。 然后我再,再啪一声,然后里面那个可能指着铲在那个人身上也逃出来了,从后门敲破玻璃逃了。 她是怎么逃的,怎么敲的玻璃呢?她拿什么敲的呢? 她用那个铲顶子敲一下,然后那个,那个铲那个掉下来了。 那个,弹夹那个整个掉下来了,掉到我环境里边。 你当时害怕没有,听到动静的时候? 对,当时没有想到害怕,当时就想到怎么去应付。 然后先打911,电话还打911这边,然后这边去拿舱。 所以说,然后911打不通嘛,我电话还在手上,这边就一边手开舱,一边手拿着电话。 这个铲里能用几发子弹是都打光了呀? 枪里也才六花子弹,因为当时装的时候我怕枪太重了,所以我就才装六花子弹。 其实这个枪可以装17个子弹。 事发后,陈女士家已经经过了警方仔细的检查。 很多天过去之后,在她家的门外,记者仍然能看到当时事件发生的一些痕迹,依然感到触目惊心。 闻讯赶回来的家人,除了修补墙壁上的弹孔,还更换了大门,加固了窗户。 在大门外的房檐上,记者看到了几个已经被警方做了标记的弹孔。 尽管击退了劫匪,尽管事件已经过去多日,但陈女士依然感到后怕。 她知道依然有两个歹徒在逃,现在她已经准备搬离这个生活了三年多的家,把房屋出租或者出售。 好在警方已经确认她属于正当防卫,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 在离家不远的商业区,陈女士经营着一家水产批发店,现在店里已经恢复了正常营业,毕竟生活还要继续。 字幕 Relations